主要是介紹有關文字語音部分 文字語音部分我們有用了一個爬蟲 去把紅蘿夢總共有120回全部把它合併在一起 存成一個檔的一個練習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也是同學最容易出錯的 我們大概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叫collab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說你完全不需要安裝任何的程式 所以主要是從什麼新增 裡面的話有一個更多 那這邊有一個collab 不過這個如果你沒有出現Google的collab的話 那你就是自己再去把它新增進來 OK那因為我們已經有加了所以你也許加一個collab 那我也許可以把那個 假如說我今天不是抓紅蘿夢 也許我今天抓別的比如說抓水浮傳好了 打開之後的話幾個地方變更 我上個禮拜有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的話 主要是放在 這個下方 主要是這一段 有沒有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當然我沒有要求說你們從頭自己寫 那但是至少你要看懂說你爬下來的東西放哪裡 然後並且你應該修改哪個地方 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開collab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假如說我要去抓的資料 是抓那個 比如說我今天換個 上一次我們好像是抓那個 紅蘿夢跟這個 這個什麼西遊記 那如果說我換一下 我看上面還沒有 你們可以找找看 那主要的話呢 我們假設我今天換成水浮傳好了 OK 那當然你可以抓哪些東西 比如說你可以點選進去 它這個地方是一個網頁 其實你也可以去抓網頁 只是說呢如果你要爬取網頁的話 相對的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其實網頁背後按右鍵 這邊有個檢視原始碼 其實它背後 就是這些 所以你如果用爬蟲抓的話 爬蟲會抓到這些東西 裡面是有標籤的 這個程式碼 那相對比較麻煩 那如果說它這個網站還好是有提供 HTML全文 那只是說呢 我要先知道哪些 按右鍵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複製連結好了 這個網址的話 實際上就是它的位置 那我可以先在上面貼上好了 貼上不要折行 貼上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網址就這一串 HTTP 有沒有 然後這邊其實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猜想 它的網址裡面 只有數字部分會變更 其他應該不變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是第一回 第一個在A1 然後 第一回好像它是 這個是氣質 它這個 第二個 所以它裡面總共幾回的話 那 我看一下 底下應該 應該是120回 所以後面應該是 假如要抓最後一個 理論上應該就是 就是要把這邊改成 121才對 121 OK 那如果你想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Enter 那這就出來 不過它這個有一個問題 因為它這邊沒有支援 那個 好像是UTF8的顯示 所以會是亂碼 但是如果你這個檔 假如是用什麼 用那個記事本來開 應該就不是了 我們可以按右鍵 另存連結好了 另存的話呢 比如說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然後呢 再利用記事本來開 應該就不會是亂碼 那當然你想說 為什麼會是亂碼 主要原因是這裡 檔案裡面的另存 那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解決 那個亂碼問題的話 主要 就是 當然呢 將來可以把編碼方式改變一下 就不會是亂碼 改ANSI 它顯示出來 就不會是亂碼 不過理論上 因為我們將來是 要在Python裡面處理 所以用UTF8沒問題 好所以呢我們已經知道說 檔案的路徑 其實是在 這邊 這個位置 那只要改這個 有沒有 把 第一個 到 121 所以喔 我們把剛剛的層 開一個 接下來我們開這個 如果我今天 然後並且把範本先丟過來 範本的話呢 就是在底下這裡 Ctrl C 然後貼的話 貼到這裡 上面的這個名稱 也許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水武鑽 然後給這個名稱 然後 我 最重要是改哪裏呢 好然後 然後我 最重要是改哪裏呢 這個第一個 我們要再加1 就是最後面的一個喔 應該是122 也就是它跑到122停下來 並不會執行 所以1到121應該是寫成這樣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在Request後面 Get好的地方 把這個部分 改一下 那怎麼改 特別是要 雙銀號到雙銀號這邊 請你把它Delete掉 好 留下那個刮鬍裡面有雙銀號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個 那個什麼 我們水浦鑽的那個連結 把它貼過來 水浦鑽的連結在哪裏 這個是紅的夢 這個 那我開這個 重新再複製一下 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OK 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提供TST 那當然 如果你將來找的 網頁裡面沒有TST的話 只能硬著頭皮去抓網頁上的東西 那難度會更高 所以你盡量找找看 有沒有提供TST 有的話你就複製連結網址 複製完之後的話 你把它貼到哪裡 這邊就要貼到這裡 把雙銀號裡面貼上 那因為呢 將來這個 AE的E 會變動 所以改的方式記得 把E選起來 Delete掉 然後呢 記得前後雙銀號 先打 移到中間 再加加 再移到中間 放一個I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這個I它是一個數字 那前後都是文字 所以記得還要再多做一個動作 什麼呢 加STR 然後前刮弧 再後刮弧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就是 它是 產生E 先放到I裡面去 然後這個I裡面會放E 可是呢 那你這個GAT後面這個前後都是文字 那文字跟數字之間沒有辦法串結 所以它必須什麼 把它 從這個E 轉換成 這個STR就是 把它轉換成這個E 數字E轉換成文字E 才能夠 把這個E 放到這個中間 也就是最後得到的 它放過來的 這個E 就會得到是這樣 A1 然後呢 再放這邊A2 一次類推 OK 好那我們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了 那編碼方式的話也是UTF8 然後我們就是把資料帶回來之後 最後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叫 水浮鑽 O 所以把它這樣子 水浮鑽 這邊改一下 把它改成 那其他應該就不用改了 所以其實剛剛也沒改動多少東西 基本上的話就改這個 然後再把這一串 貼上去 然後改這個地方 就完成 那上個禮拜呢最多錯誤應該是錯這裡 所以這裡不要出錯應該其他都不會錯 這個名稱也改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剩下就是讓它跑跑看了 如果理論上沒錯的話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那個水浮串第1回第2回第3回第4回 一直到120回 全部呢 通通都串在一起 但是這邊還需要個動作 授權一下 點下去 然後用我的帳號 然後登錄一下 OK 會有一個這個把它複製 把這個密碼複製貼到底下 Enter 這個時候授權它 它才能夠把你的這個檔案 最後存到 你的那個雲端跟木屋裡面 那最後當然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用搜尋的 只是說因為我們這邊的雲端好像沒辦法搜尋到 所以呢 後來 我們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檔案最後可以在哪邊找到 其實你可以在 旁邊的這邊有一個資料夾 也就是說它如果全部幫你把它合併完之後 你只要打開 旁邊這邊的資料夾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 文字檔 就可以出現 那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文字檔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再開啟什麼 開始那個文字雲 然後把這個 檔案 瀏覽 上傳上去 那水浮傳 這個 出現最多的字詞 就會出現了 有人做水浮傳嗎 出現最多是什麼 有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允許 執行成功了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水浮傳 所以最後的話關鍵的地方來了 我們就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旁邊有個 三點 把它點一下 它會下載 那這個時候的話 理論上順利應該就把水浮傳下載下來了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檔案 位給那個 HTML 所以這個HTML 瀏覽一下 那因為它本身 是那個 就是 UTF8啦 所以我們就不要動了 然後就直接把它按開始 這個檔案其實應該還蠻大的啦 不過我發現 文字雲 2M多 我發現文字雲這個 這什麼是寶玉 是有連結 加寶玉 寶玉 應該是 複製 剛剛應該是水浮傳 我剛剛點到紅蘿夢 難怪會 應該是這個 點進來 這個邊 我複製一下 所以一樣的動作啦 只是我剛剛可能這個地方做錯 關鍵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 China 4 那應該 是 錯誤的 所以這個部分 再貼一下 然後把這邊 1 記得delete掉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加加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把它轉型 STR 前刮弧 後刮弧 後刮弧 這樣才對 這個才是水浮傳 我剛剛應該是 找到那個紅蘿夢去了 OK 這部分的話 原則上 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先 把上個禮拜重點回覆一下 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會接著繼續 再來看 也是跟雲端有關的 但是 我們 會來設計有關手機的App 所以 再來下一個單元 請各位待會看一下 我們的App設計 App設計裡面的話 雲端白板 這邊有一個叫 用App Inventor 設計App 打開來 那跟各位講 這個 本來我們之前 上課前幾個學期 都是用另外一套 就是叫 Fone Gap 但是Fone Gap 有個問題 就是去年 已經 關閉了 就倒掉了 就不能用了 那個技術已經 Over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做App 哇 真頭大了 OK 因為以前交的方法 現在都不合用 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想說 目前再找找看 因為要寫一個App 真的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網路上找 發現有一個 軟體很OK 叫App Inventor 它有點像積木一樣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做App 但是不需要寫 任何一行程式 可是它的積木觀念跟寫程式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它是積木 那是Scratch 所以以前有學過App Inventor的同學 舉下手 好不好 有沒有 App Inventor有學過的嗎 沒有沒關係 那待會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邊找一下 就是這個 官方 官方網站 你可以把它點進來 它會看一下 待會的話呢 我們 這個我已經有 這個 你點進來 可以看到它長這樣子 不過你點進來 跟我長得不太一樣 也許你是英文版的 那你就是稍微再做一個設定 哪個地方設定 這邊有一個版本 本來應該是英文的 所以你第一件事 你可以在這邊改成中文版 它有一些訊息 其實你把它關掉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是有一些專案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那當然呢 假如說 我們把像這個地方 我是簡單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 貓就會叫 一個按鈕按下去 那這是什麼 狗就會叫 很簡單的 一個小的App 然後最後其實可以 我發現這個小程式 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 完全不用安裝 只要打開 瀏覽器 就可以寫App 第二個的話呢 完全不用寫程式 只要什麼 只要 它的程式長這樣 有點像拼圖 有沒有 就是當什麼 當按下那個貓叫的時候呢 它就會播放聲音 那最後我怎麼安裝到手機 很簡單 這邊有一個什麼 打包 打包 APK 有沒有 那其實安裝成是APK啦 那我只要怎麼按下這個打包 它就直接幫我 打包一個APK 並且 提供給我什麼 一個 QR Code 所以待會的話 你們可以試著做做 試著把那個什麼 QR Code 做掃描 我建議 你們可以連那個學校的WiFi 不然的話安裝好像檔案其實也不算太小 你假設不是吃到飽的話 可能 還是會占掉一些頻寬 那也就是說呢 我是覺得這個App 這個開發環境 蠻簡便的 完全不需要安裝程式 但是你可能會需要知道說呢 要怎麼樣可以完成你的App 那最後其實繳交 將來你做完之後你就把APK繳交 給我就可以 那做完之後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會出現什麼 幾個連 第一個就是那個QR Code 所以喔 假如你的手機 是那個 這個Android 對的喔 我不確定iPhone 能不能有支援 印象中好像是沒有支援 如果說你是那個Google的Android手機的話 你只要掃描上面的QR Code 然後呢 它會跳出那個安裝的訊息 你就把它安裝到你的手機 它沒有下載 然後 我現在 就是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再做安裝的動作 那你就會看到在手機上面 就會出現兩個按鈕 一個是貓叫 一個是狗叫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 待會再試試看這個部分 先 試著稍微複習一下剛剛那個水浮傳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喜歡的感覺 這個是 1-2 4-8 4-9 米 coisa